同是相同。 合同象征老似于我们的精硬,表示我们以归根人。 我们首抱合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起。 同老一样,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 二点和合同,同同合。 抱起合同,能闭眼罗。 三点左手属善当在外, 右手属恶居那边。 自害相掐怀中抱,能脱酒大大截关。 四点现在,让我们应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们则被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 从这件事,我们可了解它是对合同之一种预言。 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需如此方能返回天国。 如今我们守抱子海绝,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bow from your teacher? Two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a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a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two persons, the b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b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b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四章 第四章 为什么银宝要立愿在点诗还未传道给你之前? 有两个人做你的银宝师天立愿银宝你求道。 否则,点传诗不可传道给你。 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 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 他们并非狂宏你的钱财, 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诸。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 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第五章 为什么要立求道愿每个人在未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要白他将成心道道,即不泄露天积三宝给任何人。 第五章 宝贝奏 第六 第六章,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你已被人救度一夜,应该去救度别人。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蒙上天之恩典,在你末大之功得位。 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结。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假若可求,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九旋七祖。你的功德和其大雅。 B3TREASRUAZEBDAO 3. 宝心法主讲者5